利比亚政府14号表示 美国在利比亚的空袭当中 击毙贝尔蒙塔以及其他武装分子 贝尔蒙塔是北非恐怖组织 莫拉比陶的领导者 也曾经是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人 2013年他袭击阿尔及利亚的天然气工厂 造成40个人死亡 不过美军只证实 贝尔蒙塔的确是空袭的目标之一 并没有透露他是否死亡 韩国官方15号公布 MERS死亡病例增加1个人 总共累积为16个人 另外新增5名确诊病患 确定感染者总共有150个人 有将近半数的病患在三星的首尔医院 此外受感染的医务人员 由于没有立刻进行隔离 防疫出现了漏洞 院长在14号道歉 并且宣布暂停门诊 住院以及探病 MERS在过去一周 也在沙吾蒂阿拉伯 新增了5个确诊病例 乔治亚首都特比利西15号 发生洪水至少12个人死亡 维尔河因为暴雨泛滥 造成特比利西的基础建设毁损 几十户民众无家可归 数千人面临停水停电的惨况 动物园里的狮子老虎狼等 猛兽逃脱 政府呼吁 民众应该要留在家里 一侧安全